随着时代的发展,现在娱乐圈的明星片酬都非常的高,像范冰冰、杨幂、陆寒、郑爽、baby这些一线演员,一般都非常的难请。 今天要说的这个演员,他曾是最帅的唐峰,如今六十岁,无戏可演,独宠娇妻三十年,他就是徐少华。 徐少华,1958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,提到唐峰,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娶了中国女富豪的池仲睿,但要说最帅的唐峰,就当属徐少华,他从小就长得非常清晰,而且特别喜爱表演。 在进入娱乐圈以后,徐少华就被当作小生培养,他先后主演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司马仙》、《悟入青春》、《惊辩》、《真观长歌》等经典影视剧,其实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《西游记》。 当年被杨洁导演找到拉去演唐僧一脚,徐少华以其精湛演技,把唐僧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微妙微笑,虽然当时拍摄环境艰苦,但他却演出了一个大家心目中最帅、最经典的唐僧事业一帆风顺。 在感情方面,徐少华却没有识重锐那么幸运,他的老婆杨坤不仅没钱,而且长得也不漂亮,但徐少华对他一见钟情,因为杨坤非常的有才华,这是两人互相吸引的地方。 徐少华隐藏了娇妻整整三十年,很少待他出现在大众面前,两人过着平淡的生活,网友大呼,委屈唐僧了如今六十岁的徐少华,已经无戏可演。 最近,晚景七良徐少华,想付出拍戏,在这个小鲜肉的娱乐圈,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一席之地,他跟池仲瑞都是演唐僧的,却命运不同,希望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,祝福他。